Hello 这里是彭子 今天是6月14日 为大家带来华江北真实的拿货行情 随着电商节的到来 华江北也是比较萧条 首先看到这个是14Pro 256GB国航的机器 橙色也是非常亮的 有97 98星左右 这个电池效率也是比较高 有91 因为国航的14Pro系列 普遍电池效率都是80多的 原来这个是23年5月底出厂的 所以才没有这么好的橙色跟电池 这个咱们今天的拿货架是52张 所以这种精品的都会比一般橙色的贵点 如果要求不高的47 8张也有 然后这个就13Pro 512GB大内存的小画机 这个橙色除了边框有颗碰磨损 其他地方都是很亮的 所以特别适合自用 而且这个也是一个特价机 因为它是售后换过正品屏幕的 这个34张拿货 它们加一张作为特价可以出 最后出品其实就是原装的品质 比256GB内存的还便宜 然后这个是美版无锁的14Pro Max 256GB的 这个机器原生是没有卡槽的 这些卡槽都是后面开的 改好卡之后就是双卡双带跟国航一样 但是目前跟国航差价不大 这个拿货56张 那对比国航的主要优势是电池效率高 如果国航这个效率的话 那么也是6000好几 然后再去挑一款12min64GB的 这个是作为备用机的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红色总体也是有95星以上 只是说现在电池效率都不太高了 像这个80多的还是比较可以的 目前拿货12张半 小平机还是比较保值的